你坐我的位置干吗呀 你坐我的位置干什么呀 上班啊 上班里坐到我的位置 想干什么呀 我说的 你算什么东西 那你又算什么 我是王光雅的儿子 我哥是董事长 我就是总经理 天经地义 我之前跟你说过吧 至于你要去业务部 还是产务部 随便你挑 我没钱 收口 我根本不喜欢什么位置 但是你的今天的态度我是坚持不了 你给我起来 我要办公了 别动手动脚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赶出去 老龙 看我走很容易 只要你爸说一声都行 或者你哥说一声也行 我黄总铭 觉得医生不肯立马就走 但是 但是在你爸你哥没说之前 这个办公桌都是我的 你的 太可笑了 你知道吧 只要你在这儿多待一天 我们家就多一份关心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你又来抢我们家的财产 生家 我想告诉你 我们家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的功劳比你大多了 我岳父的东西 公司的业绩 走私的证据 都是我给你 你没资格跟我争 你知道吗 你 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吵闹闹的 怎么了 自己应付不了 包哥搬出来 怎么 当救兵啊 你这话又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哥 崇敏 怎么回事 哥 他说把这间办公室 改成总经理办公室 他在这儿办公 走过你的位置出来 哥 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 现在你当了董事长 你不办 所以我想把这儿改成总经理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外人 不能坐这个位子 崇康 不许你这么说话 他 他凭什么做总经理啊 我不服气啊 我不服气啊 哥 这个位子我今天坐定 过来 过来 好玩呀 好 老师 别生气了 越来越不像话 好 老师 别生气了 只是你这么逼他走 会不会引起家里得更大的风波呀 不会的 爸妈过两天就回来 只要爸回来 什么事都不会有 好了 别跟他一番见识了 我其实没事 我只是觉得邵康的这种任性 会让你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 放心吧 我才不会跟他一番见识呢 少华 妈 我想跟你说件事 把你的老婆借我一下 你说什么 是这样的 那个跟我往来一个客户啊 是敏君的同学 一直叫我跟敏君吃个饭 所以叫我约 我想你们家最近不是挺忙的吗 所以就没约 这几天也没什么事 就叫敏君一起吃个饭吧 这是好事啊 可你刚才那么一说吓了我一大跳 不过你可不够意思啊 约敏今天一块吃饭 为什么不叫上我 没关系啊 反正是打同学请客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这顿饭 我来请 再说吧 就这么定了 好好坐你的位置 谢谢 谢谢 谢谢